这位95岁高龄的阿公 罹患心脏病 顺脏病和高血压 年迈病痛的他独居澎湖乡下 他回想起心肌梗塞当时 鱼记犹纯 阿公身体不适 独自就医很麻烦 事实上光是澎湖湖西乡的老年人口比率 就超过17% 换句话说 2700多名老人家需要医疗服务 医疗在设备上面 不像台湾那么多大的医院 所以不太有医师 甚至说免疫或是这些 他们也不是很愿意过来去医疗 有感于澎湖医师实在不足 于是家住台北的肖医师 这16年来 他每周一到周四 留在澎湖看诊 休假在搭机返台 和家人团聚 我刚来的时候 医疗确实骨科 确实很需要 因为老年人 只有疼痛 也没有无法解除 宁可奔波于台澎两地 萧医师也舍不得澎湖乡亲 被病痛折磨 正眼法师讲一下 一句很好的话说 趁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 快去做三事 我跟厨师师师姐一起过来 厨师姐 还有黑黑的皮肤 但是已经都干燥的 没有发源的现象 猪头状看看好不好 照顾他不止医疗工作 也是要心理上的 如果要去医院 都要交救车才可以了 仁医会志工不请自来 不论西医还是中医 当处别人有志一同 房屋这里 相对逝去是有一些 比较弱势的地方 就是像这种 比较乡下的地方 你能够亲身去 他们的家里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生活环境 来 我看你出去一次 水分比较不够 里面稍微有发炎 我今晚会去中央给你试试 把为别过来用 林先生想说话时 得靠太太压住自己的气切孔 才发得出声音 我几两个相依为民 都是我大家在照顾 什么事情让我苦 何事让我快乐 像这样子更大一代 上人开市 你们就一起看 对啊 有时候心情不好 那时候都会看 有差要不然以前都 而只会满烟 大家想说为什么是我 其实真的出来 出来看患者真的 跟患者到我诊所 真的冲击很大 我诊所他们都很感动 对 不是我们这种健康的人 可以想象的 人医路病苦 人医从中学 林医师回到诊所 昔日医学院同学 大多在台湾 他却选择根流澎湖 一诊时免费提供中药材给病患 独居老人很多 他们心情难免会比较闷 那这个药带过去 他们这样吃完 心情会比较疏压一些 澎湖群岛由近90个岛屿所组成 其中有人居住的岛屿19座 除了澎湖本岛的一室三乡 透过三座跨海大桥 形成一个共同生活圈 其他15座有人住的小岛 医疗资源极度不足 于是人医会定期到这些小岛一整 澎湖猎雨众多 人医会脚步 不只踏在土地还飘洋过海 接到河边去 花雨是澎湖最西边的岛屿 当地没有沉所 岛上一百多人得自行搭船就医 很不方便 但这个小岛没有被遗忘 所以快要回书 利民大家好 河边还有旺安 将军 花雨 这几个岛都有去过 跟沉济去医疹 我说接这个机会才有到里岛去 不然我会长完 也是感谢沉济能够让我用这种机会 沉风破浪的人医团 在蓝天白云下 为病患带来了生命的蓝天白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